各位傳媒的朋友 大家早晨 我是李浩然 今次將會循選舉委員會的界別 參選今屆立法會的議席 很多謝大家今天這麼早 和大家見面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其實今次很多的朋友出來參選 我真的希望香港在未來的發展上 我們能夠盡一分力 我自己對香港 一直在這麽多年 由出生到在這裏長大 其實對香港當然 我想和大家一樣都是很關愛 很珍惜我們這個地方 但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們香港還有很多地方 應該有要做的地方和事情 很簡單 就是我經常都和我的同事說 如果我們有機會早上五六點的時候 我們去到舊區 深水埗 上環 西環 你看到很多老婆婆推著木頭車 還在街上撿紙皮 其實是很難接受的 在一個這麽高度發達的社會 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 竟然在這些事情發生 其實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想我們很希望能夠進一步 香港能夠經濟發展 因為經濟發展是 我們做大的餅是基礎 但在經濟發展的過程裏面 其實亦都需要做到為民 就是為及市民 為及每一個社會階層 這個才是真正最美好 和政治上面最完美的一個答案 所以很希望在這方面 經濟發展 和令到市民能夠受惠 我們在這方面做多一點的工作 和努力 當然我想社會大眾 可能對我的認識 很多時都是和基本法等等 這方面的研究有關係 當然我亦都希望 是通過這方面的研究教學 能夠服務這一屆的立法會 亦都是服務香港社會 令到我們的年青人 能夠有更加寬闊的眼光 不單止是在看香港 亦都是立足於全國 亦都是看眼世界的 這也是我們香港未來的希望 多謝各位 不知大家會不會有甚麼問題 李先生 這次投選人 在五大甲地 至少拿到兩個提名 你認為這個門檻的重要性在哪裏 你自己拿提名 那個過程有信用嗎 我自己拿提名的時候 都頗順利的 因為一講的時候 似乎都幾多朋友 覺得好啊 你都覺得我一路 都是一個合適的人選 所以其實這次在五個界別 我們都有提名人 其實這個做法是比較好的 因為五個界別 大家看到是來自各個不同的範疇 社會不同的人士 這樣的話 其實亦都可以令到 所有候選人不會說 只是側重在某一方面的利益 或者是某一方面的知識 或者是某一方面的考慮 而是在他 因為由提名到他選舉獲得選票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不同界別的人士去支持 這樣的話 其實就會令到 所有的政綱 或者日後的工作 其實都會考慮得更加周全 也都會考慮到 整個社會整體的利益 以及其實都在不同的利益和界別之間 獲得一個更加好的平衡 所以這個設計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比較成熟的一個選舉的設計 和制度來的 謝謝你 擔心什麼競爭的激烈 你自己很信心 競爭就一定激烈的了 是的 只可以說就是一定會全力以赴 有信心自己會很有壓力 去積極去打好這場選戰 提名就十幾個 因為由十至二十個不等 我有十幾個的 一定是來自五大界別 我想其中有一些 特別是 例如我自己是一路有法律的背景 所以也都得到 例如好像立法會前秘書 馬耀添大律師的支持 也都因為商界 所以也都得到李秀行先生的支持 以至也都有一些其他 例如中資的機構 以及是一些 因為我們一路就和很多社區 基層的團體 其實都有很多接觸和服務 所以也都得到他們的一些提名 為什麼會選擇成選委會代表決選 不是選其他人 我想主要的考慮就是 因為立法會 其實是香港人 香港社會的立法會 是一個整體的立法會 如果能夠循四十 對我自己來說 亦都能夠跟不同界別的人士 有更加多的接觸 亦都可以通過這個機制 可以將不同界別的意見 和利益訴求 更加傳到到立法會裏面 所以這次選擇這個四十的界別 其實都是基於希望能夠有更加完整的 是一個和大家接觸的機會 多謝你 差不多 謝謝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我 多謝 多謝